看起來有一個鄉中之鄉 鄉神 牙線 牙線 找誰 Follow me 我幫我母親買了一個包 昨天 但我母親 我母親不知道 不然你們來幫我看一下她會不會喜歡 昨天我買的都很糾結 差一點直播想問一下大家怎麼想 但我已經買了 看一下齁 新款 新款 先以媽媽的角度去看 不要以你的角度 OK媽媽唷 媽媽 好看嗎 媽媽 好看嗎 媽媽 我媽大概這麼矮 大概這樣 然後稍微微胖 微胖 腳有點帥 我爸還有一雙鞋 就買了一個 不是我爸喜歡的顏色 我爸有一雙紅黑 他其實喜歡亮色 但還是傳給他看 他還是說OK 因為他本來是要綠色 他喜歡亮的 他喜歡亮的 再看一眼 是一買的 我父親 一買 還是包包就 這個袋子給我媽當包包 看一下 沒有什麼 味噌湯 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 一定要 喝喝看 晚上啊 如果你很餓的時候 非常OK 沒有油 很神奇 就是真的是沒油 你喝完的那個碗 那個碗拿去沖水 一般有油的東西 你會看到有油那麼浮快 或者很難洗 一定要用肥皂 他不用 完全不用衝就可以了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 英雄類 英雄類 好 這個圍巾 好 圍巾 圍巾背心 它是長這樣的 有扣子可以扣起來 像背心一樣 然後這個也是圍巾 圍巾 衣服 內衣 內褲 內衣 內褲 襪子 就這樣 沒了 我似乎已經忘記我買什麼了 哦 想起來想起來 我剛剛完全 完全忘記 啊 斗篷的 的圍巾 他是大哥長這樣 現在都會這樣做 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圍 好 邊邊看一下 可以吧 可以嗎 好 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配件包 它就像一本書 但我怕打開大家嚇到 因為呢 已經 完全 爆掉了 我帶太多的配件來 搭配我的秀服 喜歡它的原因是什麼 它就是剛好我的腰身 然後再來它是非常老健 然後它可以 穿一個洋裝它可以搭配 它可以當腰風 再把衣服拉鬆一點點 它就會非常好看 這次時裝中呢 大家印象深刻的造型 就是長馬尾配上法網 就像一個忍者一樣 有一場秀我有帶著頭巾 大家可能很少看到我帶著頭巾去參加活動 所以那一則發文 蠻受好評的 這次呢在時裝中幫我最多的就是 LV的襪套球鞋 因為呢有時候我在感受的時候 我穿高跟鞋非常的痛苦 這個球鞋超級好穿 我連在坐飛機上面的時候 我在機場我都穿著這雙 然後還有這一雙 因為他們是做襪套式的 所以很好穿脫 這次會看LV的秀喔 我非常的期待 也很興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我是到他們LVBODY的總部 去做Fitting 他們非常的用心 因為他們滑了我的Instagram 然後他們幫我搭配了很適合我 很街頭風的秀服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歡迎光臨 這是我的床 我的警包包 你們看 歡迎大家來突擊我在 L.A. Palm Springs的龜房 喔小翔子寶 竟然還有另外一隻熊 他熊很多 所以我就偷來一隻 應該不會被他發現吧 你們不要跟他講就可以了 好嗎 噓 然後呢這邊就是書桌 然後我有整理控 擺好好不好 不可以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擺好 擺好好不好 然後就來到了這邊啊 這邊就是我的行李箱 那東西要一格一格的這樣放好 這樣子才會你知道 一目鳥男 然後這個呢是 什麼 內衣內褲一帶齁 女明星一定要的 膚色無痕內衣 五缸圈啊比較舒服 然後呢還有這一本 喔你看 這上面什麼 蛤空的 為什麼是空的呢 擺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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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擺整齊 這個是原生露 小棕瓶 然後乳霜 這就是金三角 年輕金三角 然後這次還帶了這個 小按瓶 你看一顆一顆的 急救用 聽說擦氣墊會變成仙女 好不好 擦擦看 然後還有這個小棕瓶 按摩油 然後眼霜 然後 這個一定要帶 這個因為我先生 他也會給我硬是拿來用 所以我必須帶多一點 免得我沒得用 我會撩公 牙套 因為我有那個矯正牙齒的 固定器跟防膜的 然後還有這個指甲要這樣子 稍微這樣剪剪 剪一下邊邊的溜窗 有沒有 丟膏 按摩 這什麼呢 蓮蓬頭的包裝 你看 來到飯店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東西擺好 以及把蓮蓬頭安裝好 好不好 這一看就知道很難用 這一看就知道很好用 然後 洗髮精 沐浴 我都會自己帶 因為飯店有時候給很小瓶 你根本用不夠 還有飯店的還不見得好用 然後最後也很重要的 洗阿妹的 好啦 女生好好照顧自己的妹妹喔 OK 這就是我的房間 以及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因此更瞭解我 是BOG嗎 請進 這是我今天晚會住的房間 今天同時也是我今天出場前化妝準備的地方 然後 當然我坐在這裡的時候 不可能是穿這套禮服 我坐的時候就是穿浴袍 然後小開開的 然後就縮在上面 然後在那邊化妝什麼什麼的 氣泡水因為我胃不好 可以打嗝什麼的 然後在化妝的同時呢 我自己非常需要擁有一面鏡子 然後這個鏡子不是一般普通的鏡子 它是 有一般的鏡子 它同時也有放大鏡 然後有了放大鏡之後 你就會發現 真的看得很清楚耶 有那個 鬍鬚 看到嗎 看到嗎 有一個毛 然後 那一區就是 你知道其實會去那邊 就是 你知道飯店裡想放一些假書 有人會看嗎 I don't think so 當然除了我的臥室之外呢 也是要 上場簽證 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合 上面就會鋪滿今天要穿的衣服 然後讓我選擇 譬如說這件禮服啊 然後我們會討論說 這件你覺得咧 什麼什麼的 我就會說 你覺得這件衣服可以 強調出我身材的優點嗎 然後他們就會幫我分析啊 可能會試穿啊 或什麼的 哇 然後 像這件 我今天真的沒有選擇 這件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可是因為像我最近 比較不是那麼喜歡穿這種 就是 只有這樣的禮服 因為 只有這樣的禮服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非常 就是挺 因為你如果稍微 有一點點放鬆 有一些狡猾的記者 就會不小心拍到你的那個 腹路 然後 就是應該這樣 放大 所以呢就是 我比較 最近 不是很喜歡穿這種 平口的那種禮服 我來到飯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 我會先把我的床 那個 把我的床 弄成我要睡覺的樣子 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來飯店的第一件事 我要有一個枕頭可以躺 一個枕頭可以扶手 那個枕頭 因為我通常不會去那邊 所以這個就只是放在那邊 就是 如果萬一走到那邊 就是 有個東西 然後一定要有個墊腳的 這是我的一個儀式 這個都弄完之後 我才可以開始進行 所要該做的工作 然後接下來 就是進入 比較偏私人的區域 就是包括我的淋浴間 還有 馬桶之類的 馬桶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我上場前 很容易緊張 大概要上 五六次的廁所 包括大的小的都有 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我 一進半年 首先就會把我個人的衣服脫掉 然後換上浴袍 然後準備要開始工作 這就是我工作結束之後呢 第八個會來的地方 因為洗澡 因為洗澡 OVER是排在我人生的最後一名 所以我就會 走進這邊 然後就欣賞情願的 然後我就會假裝 就是對這個淋浴間很陌生的說 ZOE 所以 你覺得這個淋浴間 會不會只有花灑 萬一等一下 我一開水的時候 花灑灑在我頭上 那我不是很冷嗎 然後就會問一些很無知的問題 他就會說 好啦我幫你調好啦 然後他就會調好這個 SOWER 然後就是水溫 我說水溫會不會太冰 或是忽冷忽熱 他就會幫我挑 這樣 啊老闆你也進來了 然後就這樣 然後 你覺得我今天 不洗會怎樣 你覺得我這個頭接 可以撐得了 就是 他們就說 你如果睡得著你就這樣 然後就是會有一大堆的問你 然後所以他們就說 進去洗 你今天會很舒服 然後 你看他們都很貼心 那工法 內褲啊 睡衣啊 對這些都補好了 這個廁所對我來說 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跟妳講 我喜歡飯場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很多飯店的廁所 馬桶旁邊沒有 馬桶旁邊沒有垃圾桶 請問一下 我們上網廁所 萬一是 剛好生理期來 我們捏東西是要丟哪 有些沒有馬桶那個飯店 你就是上這個 那個攝影機 你還要褲子 然後就是走到哪 你在外面丟到這邊 所以半島很貼心的是 本來馬桶旁邊 就是要有垃圾桶啊 你要丟東西 你要丟很多 所以半島這一點 我真的 我還要鼓掌 這是人性化的設計 因為我很在乎動物 因為我覺得 出席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動物 可以代表妳今天要展現的精神 我覺得我今天 希望我出現的時候 大家覺得我是一隻豹 要征服現場所有的媒體 所以我今天特地就是 真的很重 就是把它放到我的寶寶裡面 然後帶到那個上海來 就是希望我可以展現出一些豹的精神 牠的名字就是叫做 小Q 小Q是我們家很多很多 這類型的動物之中之一 小Q 謝謝妳今天陪我來上台了 謝謝妳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展現出妳的精神 很驚愚 前面 前面